在广州长龙大马戏的舞台上 每天晚上都有绚丽的节目上演 而在台下就有一位领队 正在带领他的队员做着热身准备 我是丹尼斯 我在中国四年 从2月份2009来过中国 很多肯尼亚人来广州会选择做贸易生意 但46岁的丹尼斯则与众不同 他是一名马戏节目演员兼领队 他在肯尼亚组建了自己的演出团队 11年前就带着这支团队来到广州 从此就再没离开过 因为他们展示了我机会 广州的订队 令人構想去想 作课文 广州当代表明 当时就会认识的是 做到什么 做法 但是当我回来 从此就有继续想提醒 在这种程度上 明白 于是 跟着很多高空性 做法 我现在是一个地方我希望 我可以使用我的心 我可以使用我的技巧 谁是 如今丹尼斯的团队已经壮大到近30人的规模 这在马戏表演团队中属于中大型队伍了 队员大多数也来自肯尼亚 丹尼斯每天都要负责团队的训练 也要给演出设计新的内容 他的团队有很多高空表演的动作 难度系数不小 每天的苦练必不可少 抛台局等动作已经是家常便饭 即使在此前因为疫情原因而变缘的数月时间里 他们的训练也一如既往 丹尼斯介绍 他的团队成员也在不停变化 有老队员离开 也会有新队员加入 莫里斯是在2013年来到广州 而他就是个吃货 广州的小北路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yeah in Gwaiju I like everything The friendly How people are friendly percent gears especially Pagna area enders also Siaoubelu controversial Siaoubelu C Canton ta Yeah the best place Because Siaoubelu we have different 我们有不同的阿拉伯食物 伊特洋食物 沛亚食物 中国食物 有很多食物 事实上莫里斯除了是马戏演员 他还在广州做起了服装生意 现在他成为了故乡的伙伴 了解中国的最佳途径 对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事实 是因为我 因为我家里有商业 所以我平常买东西 和卖回家 我家里有小购物 为我妻子 制作更加费 让我妻子更忙碌 而作为领队 丹尼斯坦言 日常他并没有太多时间 去好好逛逛广州 但十多年的广州生活 让他不仅会简单的粤语 日常说起普通话 其实也非常流利 只是面对镜头的采访 他说这让他有点紧张 而丹尼斯的家人 现在也都在广州 女儿也已经在广州工作 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之前我的妻子来到这里 之前我来到铁尼斯坦言 我做了很多旅行 我旅行过去 我旅行过去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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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我来到铁尼斯坦言 我认为我回家 我的感觉是 我回家 我认为如果我会被赞出的赛事 我会留在这里,我会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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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留在这里